檢警偵辦柯文哲辦公室的竊聽案 在大樓發現了所謂的TX線還有因緣線 但是就是沒有俗稱的老鼠尾的視化跨街器 至於昨天晚上被傳喚出庭 坐鎮的那位接線的那個業者祝先生 他在4號柯文哲辦公室報案的那天的早上 到大樓去遷移線路的時候 他說那天早上根本沒有看到什麼TX線 因緣線不曉得什麼時候被裝上的 但是電信業者說光是TX線跟因緣線 根本沒有辦法竊聽的 所以整個所謂的竊聽案件現在陷入了膠著 會在公寓大樓三樓外觀木齊野的公信行 給人申索這就是柯辦竊聽案關鍵證人住姓老闆住處 6號晚上到北檢出庭坐鎮 反而讓案情陷入膠著越來越詭異 簡體當時在大樓一樓發現TX線 三樓電信箱找到兩條因緣線 透過一樓主配線盤可分化到9樓 但是兩支號碼是張錦森辦公室電話 不是柯文哲的會議室 勘查後也沒發現俗稱老鼠尾的視話跨接器 恐怕無法切入 對啊 因為他現場就只有那條線 他沒有錄音機啊 所以說你沒有錄音機的情況之下 他要怎麼去透露他那個電話的內容呢 而且那條線也不可能可以直通到9樓然後去錄他們辦公室裡面的談話內容 因為那條線是針對那個啊電話的啊 那不是針對那個就是那個環境的聲音去做錄音的啊 切聽電話都是從電話盒或者是電信箱外接線路 俗稱的老鼠尾視話跨接器雖然是無線傳輸 但也有距離限制 關鍵證人住信老闆出庭時說 自己當天早上卻遷移線路時 並沒有看到TX線還音源線 雖然晚間科辦發現了可疑線路 但也沒有切聽工具 光憑TX線還音源線 通信業者說根本無法切聽 到底是烏龍還是有人技術性拿走竊聽器材 現在就像是羅山門一樣就等檢警注意點心 記者留言說溫灘台北情報道